郭學生之第三節 今天由於這個話題相當緊 所以我們提了兩節都做得很長 但是沒關係 今天我們做足第五節 在我們做節目的期間 發生了一些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一就是這個北溪的油管被爆破 這件事現在仲雪芬說有人說俄羅斯做 有人說是美國做 俄羅斯就否認了 但是我們科學生之的討論的範圍就是 這個年尾會不會出現歐洲的能源危機呢? 這樣說吧 你如果看那些經濟新聞都說 歐洲要準備好是要這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影響到經濟民生 還有一些東西會貴 但是我自己如果是科學人來說 我們節目的著眼點就不是討論這些經濟問題 就和大家貼下哪些東西馬上投資 我們就沒有去到這樣了 如果我有這樣的能力 我就不用做科學了 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不過你自己收了手而已 你不去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全部都有投資的機會 不過你聽不聽? 不過這樣說 有些事情已經發生了 所以我們就趕不及去搶先報道 是的 但是有一個課題 我覺得都和科學和大自然有關 竟然和能源危機有關 英國話說就是 如果看回數字 的確是有部分的天然氣是要由俄羅斯 原本是俄羅斯那邊進入的 佔的份額不是太多 如果只看天然氣的話 英國自己絕大部份的天然氣 基本上就有至少三分一是去自家生產的 例如北海油田那些地方 由那裏是開採石油 甚至乎是開採天然氣 一次過這樣做的 另外有一些是由挪威那裏買過來的 因爲夠近 其實它和挪威都是在同一個地帶的油 不過就是大家有了你 你不絕我的,我不絕你的 但是我不夠,我會和你買 你會看到就是由英國自己本土生產的天然氣 加上去挪威那裏買 是已經佔了七成幾八成 剩下的一點就是什麼呢? 就由卡塔爾這些地方 就買一些液化的天然氣 這些就貴一些,因爲你要運過來 首先要把它壓縮成液體再這樣運過來 另外有一個小部份就是由俄羅斯那裏入來 那裏會佔幾%左右 現在就是那幾%沒有了 其實都夠頭痕 因爲你説回70年代石油危機 說到供應是少了幾% 大家就已經很吵了 其實就這樣說 對於英國來說最大的影響 譬如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來說 對英國最大影響不是在天然氣那裏 反而是在原油石油那裏 因爲如果說英國自己的石油供應 俄羅斯真的佔了一個相當的份額 所以是在說那裏的 Cruid Oil 即原油的供應真的對英國是一個大衝擊 那麽英國當然是要靠自己想辦法去舒緩這個問題 那麽大家就各思各法了 就是可以能夠用回一些可載生能源就用可載生能源 有些核能就不要那麼快收起來了 要用的就繼續用 有些能夠可以從中東買回來就由中東買回來 那麽英國他另外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看回新聞都頗有趣的 就是新任首相卓惠斯 他就公佈說他將一個天然氣開採的方法去解禁 那他解禁一個什麽方法呢 大家可能有聽過那些叫葉岩氣的東西 那些葉岩氣的這類天然氣去開採的方法 這個過程是需要你將一些二氧化碳這些氣體 打進那個岩層裏再加壓 然後就將那些這樣的葉岩層 就迫爆迫碎 從而令到你就更有效地去吸取到裡面的那些天然氣出來 那在美國其實這種方法就都很盛行的 甚至乎盛行到一個地步就是 能夠令到美國那個成為一個能源的出口國 甚至乎有能力是這樣 那英國就很有趣的 他就有這種技術有這種方法 但是停了 不可以做 即是有一段時間裡面就不可以做 那不可以做的原因是什麽呢 就說原來這種技術是會誘發到地震的 那接著於是在議會就辯論 那如果用這種石油開採 這種天然氣、葉岩氣開採的方法 最後呢 就會是 會引發地震 如果震撐、震死人、震傷人、震壞東西 那哪個賠 那英國就在這個背景之下 其實就停了這個葉岩氣 就是用這種加壓方式開採葉岩氣的方法 就停了 那現在就解禁了 好 那後面呢 應該是fracking來的 是呀 就是台長 我一直說的時候 一直按這個東西出來 那最近BBC都報道 剛剛這個星期的事 就說這個fracking 就是這一種去打這些這樣的氣體 去將那個葉岩層打碎 然後就逼谷那些氣出來的方法 就說是很爭議的 在英國現在就是 好 那整個疑問 其中一個東西 就是除了環保之外 就是會引發地震 那地震學家怎麼認證這個過程呢? 其實是呀 這件事就要爭辯的 就是原來他們就說 他們會說這一種開採過程 是會引發到有兩級左右的地震 那其實你問我兩級的地震 其實就很碎了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那種 看到一些東西有 就是感覺到 感覺到有震感 你兩級也會感覺到有震感 但是震感到你已經看到一些東西 是開始有些動作給你看到的 你去到三級左右 所以你說引發到那個地震 如果兩級都挺踏界的 那現在就是說引發到兩級 那你可以想像 我開採得越多越頻密 就引發的力度越高 那其實你說怎樣去證實呢? 你很難是由那個 就是你要驗證呢? 我想都要爭辯 首先就是說 你有這個開採動作之後 你那個地震的記錄 你有沒有看到一種有意的顯著的提升 可能本身那裡都一向是 就是都是一些斷層了 震開都一年都震 不斷地小震十次了 那現在震多了一次 那那次是偶發性偶然 還是真的因為你這個開採 這個葉牙器的行動導致呢? 那就要爭辯了 那當然就是另外就是說 你也可以在那個現場的監測 就是說是不是那裡特別大的壓力 然後最後在那個地震之後 就是那裡的壓力釋放了 這個也不是 就是說就是這樣說 實際上的追蹤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說 我在這裡震而已 但是可能是垮你的房子的嘛 不是不是 地震這件事就是 酒杯敲你的頭 你媽媽說痛的 可以是這樣的 那這些事情你怎樣去爭辯呢? 但是似乎就是 這個是經歷過一些地質學家的 一個研究 一個分析結果 就認為是真的經歷了 這種fracking的動作之後 那無論是英國、美國也好 就看到地震是會有意義地上升了 我想在美國來說 這個問題相對 就是相對小一點 就是因為很視乎你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不是廟無人煙 那個地方本身的人口密度不高的 你就會震了也不多覺 但是如果那個地方 真的會是比較靠近民居 那些人煙囚蜜的地方 那最後的破壞 就是代價會是大一點的 但是問題就是 當一旦這件事成為一個成分效益很高 那自然很多人做的 那你算是兩級 但是很多人做之後 會怎樣 其實地質學家有沒有一個 預測呢? 現在最麻煩的 這個就是英國爭的原因 就是你最後一盤數是怎樣計算的 你要做回 那當然 譬如解禁的人就覺得 你做一點 做一點不多 就沒事的 但是你做得太少 最後又沒有什麼成本效益的 為不為得要拿多一點的天然氣 就沒有那麼大的險 但是其實現在就是爭論這條數 最慘的這條數 不是一條簡單的方程式去計算 而是真的你要去 要比較長期搜集數據 那個成本效益就是 為什麼現在才提上的日程 就是因為在外面買可能貴 或者甚至乎買不到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在自己的地方 就冒少少險來拿多幾滴這樣的問題 其實現在就是 那你沒有辦法發覺的事 金馬行田 今年冬天已經過 現在大家都在籌測 是吧 今年冬天也過不了 那怎麼辦 但是你如果看地理位置來講 英國也有條件 譬如現在最嚴重的那些就是德國 可能法國也嚴重 那些是否有條件去做這件事 如果那個天然資源不在他那裡 就麻煩了 德國你見到他比較豐盛的資源 是那些豐能 他自己本身地方的水力發電也不多 而且現在水力發電也不算是一個很能夠 我們雖然叫他做可再生能源 但是他是不是一種叫可持續發展的能源 這樣有得罵 他可能對於環境的影響 那個副作用太大 剩下的就是 你看到每個國家都是 大部分仍然都在用傳統的 那種化石燃料來做發電 其實也是一條數目的 你原先在可再生能源的底子有多厚 德國主要靠風力 葡萄牙的風力資源比較豐富 但是葡萄牙比較容易滿足到自身的要求 就是因為葡萄牙的耗電能力 也不及其他更發達的國家那麼多 但是對於德國來說是頭痛的 據我們在德國的朋友反應 原來吸太陽板在冬天上結冰要用電力使用才能發揮作用 那就是這個品 是啊 就是這個麻煩 以及在位度這麼高的地方 太陽能在冬天收集的集電能力是低很多的 你也知道太陽曬得比較硬的道理 冬天就太陽斜點曬入屋子 但是那個強度也會低了 然後甚至乎你也要將它加溫才能夠用得到 其實又是變成了另外一種的 變成就是你那個時候要用了多的時候你就用了 你又不夠用了 其實變成你還是要找其他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有少許 就是近年吹的那些綠色能源也有少許懷孕了 但是這個也不是我們的話題 我想另一個角度來看就是 這次這個能源危機會不會刺激人會再尋找一些新的能源的來源呢? 這一點就在期待著 在上次如果說70年代那次的能源危機 就是催生了一堆日本很省油的車 但是這次會是怎樣呢?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你要過這個冬天 你過這個冬天很多時候的東西是要生熱的 你生熱的東西你省電極有限的 所以我覺得最後就是 你如果問我那個突破在哪裏 未必就是說有些能源效益特別高的東西 但是可能就是你自己在用這些能源的時候 你怎樣盡量去保暖、絕熱、那些材料上的東西 可能是會有些幫助的 就是熬過 你平時如果你是要運輸 你就希望發明一個機器 就令到它的效能更大 但是如果你說的是要保暖過冬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有什麼就消什麼 就是你都是要 只不過你如果想省的話 你就只能夠就是令到它的暖氣不要流得那麼厲害 你能不能夠發明到一塊機器 就是可以用更加少的能源 可以產得到更加多的暖呢? 這一點反而不是很容易的 因為就是我們要把它變成這麼混亂的熱能 是很容易的事 我們唯一就是要省到這些能源的方法 就是令到那些熱不會那麼容易傳出去的 所以如果你說冬天保暖 又沒有一些 所以你一直看 我們會找到一些省電一些的冷氣 但是你很少可以省電一些的暖爐 其實在市面上你是難找一些的 就是當然是有這樣的進步 但是那個進步的那個幅度是很小的 其實是 是啊 那麼這個簡單來說 就是力學的基本原理來的 是嗎? 是啊 是的 那最後我想問你就是 以你自己的認知 現在全世界哪種的消耗能量的方向是最環保的? 最什麼? 最環保 最環保? 這裏我要增著有些鬧文著志 是不是用得越少就叫做越環保? 或者你用的時候那種能源 是不是可以是一種很可再生的那些? 如果你說我們日常家居的那些 你能夠比較在家居環境實現到的呢? 其實是離不開太陽和水力 其實都是 其實我自己就很希望在那些 叫做潮池發電那裏 尤其是香港這些地方 香港雖然也叫做一個阿熱帶地方 太陽也叫做多 但是也下雨也叫做多 所以那個天氣系數不是太好的 你相比沙漠環境 那些地方就源源不絕 有很多的太陽能 但是在香港來說 你說最比較豐富的一個資源 比較少人留意 我反而覺得是香港那些海岸 那些潮池的能量 那些海浪的能量 那些潮池的能量 當你在投訴在維多利亞港上船下船的時候 那艘船很浪的時候 其實那裏全部是能量 在那裏浪來浪去的波浪的能量 如果我們有辦法去好好的利用這些能源 其實就是可以看到有一個 如果你說香港的地方 我覺得是挺可持續的去發展的 那又是了 近年那個海浪能源的突破就是 它推動了那個發電機之後 它能夠產生到電力的效能有多少呢 其實很似乎那個氣械的設計 你是不是只能吸收到上下的能量呢 會不會是更加四方法面不同的能量你都能夠收集到呢 那這個就很似乎你的機械器件的設計是怎樣 那近年就更加多是這個設計上面的一個進步 但是那個都是成本效益的問題 就是那個發展其實是很緩慢的 哦 但是這個是絕世好竅來的 我想一想這個提案寫給這個香港科技員 你如果給我問我就不是寫這個了 我是覺得要做核聚變魔路的 香港是要開發核聚變的 是 有這麼嚴重的搞這麼嚴重的 是的 但是有人就說這個就不夠環保 但是你問我呢 我覺得如果你搞得成功了 是真是可以源源不絕 還有對於這個環境損害原來相對比較小 其實也是比起傳統的核能更加安全 還有給出來的功率真是足夠去給我們的城市的文明去使用 如果你說真是一個比較終極的能源解決辦法 我反而是會說回新一代的那種核聚變能源 是的 但是剛才你提到的那個潮池哥 據我所知Google是有用的 有用 那你如果說香港有些街燈 它作為一個示範 它都有整個幾支給你看到 是用那個潮池能源來去著指街燈給你看的 有的 但是你說都是那個問題 要是大規模採集 大規模使用 產生到足夠的能源 你不去那些核能的東西 你基本上都會填補 對環保的就是核能 日干手正腳 你可能會說最是lesser evil 相比於那些化石原料來說 你去 現在我說核能 不是說傳統的那些大亞灣那種 是說真的未來去見到最變方式的那種 我們現在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想要討論一下